全球气候变迁又多了一项确切的研究报告证实 这是中研院环境变迁中心 搜集了过去30多年来全球降雨量变化的资料 发现温度增加之后大气含水量也增加 让大气当中的水循环速度变强 使得干燥的地方变得更干 潮湿的地方降雨更多 造成干旱水患频频发生 这项实际的观测研究 已经刊登在国际知名的网站跟月刊 中国西南部连续4年严重干旱 60万人无水可喝 美国中西部的大地也是严重干涸 大片酷黄的玉米只能全部作废 全球各地频传干旱 台湾中央研究院观测30年来全球的气候数据 证实这样的形态将成为常态 进地表或者是整个对流程的温度增加有关 那因为温度增加以后 让我们的大气的含水量增加 那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大气中的这个水循环 的这个速度 还有它的这个强度 变强 所以水循环的增加的话 就是会造成就是说 干旭变得更干 湿区变得更湿 一切都是因为全球暖化 温度上升所造成 因此学者建议 台湾要提早应应 像台湾来讲的话 它不是特别的干区 也不是特别的湿区 它的降雨是当然是稍微偏多一点 但是它基本上来讲是蛮正常的 可是假如我的季节开始有两极的这个分布了以后 就会让我们本来认为台湾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这个情况下的话 你就会因为这个全球的这个温度增加而造成一些影响 台湾到底属于干区还是湿区 目前尚未有定论 不过看着水库水位节节下降 相关水利单位恐怕底线相想对策